等一下哦 他在我格子窩窩窩了 他在哪裡 今天呢 我們是要來夜探 什麼叫夜探呢 夜探就是利用夜間夜晚的時間 去進行所謂的生態探索 那其實我們台灣生態是非常豐富的 值得去一探就近 我們一趕往平常都是跑西跑海的 然後對台灣的生態呢 實在是非常的不了解 所以這一次,我請到一位向導,我的好朋友 那我們就請他出場吧! 好,等一下,在接到他之前呢 我們必須遵守一些台灣的民間習俗 就是我們不能直接在野外的地方 直接稱呼別人的名繪 所以我要先幫你們取一些綽號 像你名字裡面有個君嘛 我叫你君頭可以嗎? 君頭,好,君頭 哪一個君? 呃,君烈的君 好,君頭 好,他被想歪 他君是那個金布的君 好,那我們今天拿燈光的 我們先不tag他,那你名字有漢 我叫你吃漢可以嗎? 吃漢可以嗎? 今天吃漢就是你了 那這攝影師 長長的高高的 那我叫你棒槌可不可以? 那君頭,那我們今天有什麼目標嗎? 今天的目標主要是帶大家來看看有沒有蛇 那我們的目標的話 希望可以找到四種,至少四種 四種,對 好,那我們就四步一指出發 OK,GO 軍頭,走 走 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先跟大家來一個小叮鈴 在從事戶外活動的時候呢 尤其是在這種沖嬌野外 記得一定要告知家人朋友自己的心中 保持熟悉在隨時可以接到電話的狀態 再來,一定要結伴而行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出了什麼事,至少還有夥伴可以互相幫忙 OK,那就跟著軍頭 探索台灣的生態吧 射清楚是不是? 對 好小 現在這個大概都是這種尺寸的 會比較小型一點 對,啊我把它帶上來 你們可以看一下它的特徵 看起來跟放存那個草 不要喔,我把它拿起來 嚴肅嚴肅嚴肅 是我們今天第一條蛇 好,我帶上來 再看一下它 好,我把它頭吵過來一點 對,因為它現在被我們這樣拿起來 有一點心情不太好 先看最常見的青蛇跟刺尾性毒師的話 你可以先從它的頭部 像刺尾性毒師的頭是三角形的 對,但不是說三角形的頭就是毒蛇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它的尾巴有很明顯的紅色特徵 這是它最大的特徵 然後等一下細的部分的話可以再用照片 或者是特寫來做個解釋 對,我們可以用照片跟特寫給大家看一下 它現在一直往上爬 那我想問一下它毒性大概是什麼 出血性或是什麼之類的嗎 像刺尾性毒師就是那種出血性的毒性 對,然後它有比較長的灌牙 對,它現在感覺沒有想要攻擊人 是想要逃跑的感覺 其實大部分的蛇類都是這樣 如果你受到威脅的話 大部分都會先逃跑 其實動物很多都是這樣 然後如果說我們這樣放著不要 驚動到它的話應該會比較安定一點 很幸運的找到今天的第一條毒蛇 是不是覺得它超可愛的啊 好啦,我知道一定有人覺得它非常的可怕 那Omega這邊呼籲一下 在遇到毒蛇一定要保持距離 更不要動手去打它 因為它們其實是非常膽小的 只要你不犯它,它絕對不會來咬你 好啦,那就繼續探險下去囉 好 軍頭,像我們今天還有可能會找到什麼蛇嗎 今天的話,目前我們有看到刺蝟嗎 對對,刺蝟 是希望還會有一些其他的蛇啦 像是紅斑蛇、大頭蛇 然後有機會又看到茶斑或龜殼花這樣子 這些我好像有聽過,但是完全認不出來 完全分不出來 但是要看啦,因為也不是說要找就一定會找到 要看今天的天氣狀況啊,什麼樣都有影響 所以這一切都是非常隨機嗎 對啊,看野生動物都是這樣 運氣運氣 對,看運氣 對 我我們都不會看到 對,看了幾個空間 就是這個東西 都會感到大腿 對,看了一遍 我們可以看到 就這樣做 這些寒館裡面其實也有可能躲一些動物喔 現在就是在探洞啊 發現什麼 看一下白玫花的雨傘 躲在洞裡面 這邊第二條毒蛇 有看到嗎 有看到 有看到 這樣可以這樣可以 你可以注意它這種 就是動物 要順便講嗎 其實雨傘傑 算是比較膽小的一種毒蛇 那它很多時候如果遇到危險的話 它會把頭埋在它自己的身體底下 就是一種鴕鳥心態的感覺 對啊它就是躲避 因為如果把自己的頭部保護起來的話 其實被攻擊到其他地方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傷害 對啊 那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特徵 它的最大特徵除了這個黑白的線條之外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它的背上正中間的這一排鱗片 這個背鱗 它是呈現一個六角形的 六角形喔 對 那等一下可以鏡頭再特寫就好 然後這一條的話也不算特別大隻啊 還會再長繼續更大 最大可以到多少 呃 我看過有150公分那麼大的 150喔 150 這隻差不多可能才四五十吧 好 幫手掛一下 這是油鹽嗎對不對 對我們現在看到一隻油鹽 靠這個 它有幾隻腳啊 它長得還蠻特別的 對 我記得我小時候在生物課本看到這個 我會害怕耶 晚上會做噁夢 它我們很多人會稱為它的異蟲 因為它幫家裡吃蟑螂 喔它會吃蟑螂 對它會吃蟑螂 然後吃一些小型的昆蟲啊 或者是怎麼樣的 只是說因為它的腳看起來 長長的又很多隻 那其實它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 然後我們也是可以 上手讓它在手上 我們近距離觀察一下 你敢拿嗎 還是我拿 我嗎 你要試看看嗎 我什麼不敢的 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Omega來試看看 啊 它開始動了 可不可以嚇到 它有點 它跑得還蠻快的 對然後 腳那麼多 我們輕一點 賣罩賣罩 等一下就接了 臭小子賣罩 它會咬我 來了來了 這個在哪裡 好爽 它在手上爬一下 它就不會 等一下 它就站在我 蓋子窩了 它在哪裡 它現在在哪裡 它在你 背包 夾鋒那邊 在動 抓給我抓給我 剛剛把它合在手裡面 合到哪裡 在這裡 背包上 背包上 欸 欸 走了 不見 在下面 我壓兩隻手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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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抓到了 好抓到 經過一番折騰 終於抓到了 來 我讓它安定下來了 尋蟲高手 其實沒想像中可怕 它就是一個很怕人的蟲而已 所以它遇到敵人會有什麼防禦機制嗎 它如果說 受到比較大的驚 就會像這樣子 開始亂跑 好啦 那先結束這個鬧劇 啊 其實 沒有種動物仔細看 都有它一個獨特的美在 雖然我覺得這個動物 我看到還是會做噩夢 欸 你幫我拿一下是不是在 後面 在哪裡 好沒關係今天就這樣子 好 在哪裡 你幫他跟我一起回去 有看到嗎 好啦 我們讓它回去好了 拜拜 這會不會收視率變少啊 好 沒有搞到這啥 這是一條大頭蛇 大頭蛇 對 可以看一下他的頭部比例跟他的脖子這邊 頸部算是蠻明顯的 他剛好開腰 那其實他也是有一點點毒性的 不過他的毒針對他的食物 爬蟲類或者是鳥類的話比較有毒 就是對人類比較沒有那麼有傷害 你看他尾巴長度很長 樹齊型的蛇類就 樹齊型的蛇類尾巴特別長 對因為他必須要 可能在過另外一個樹枝的時候 他後半段要纏住 他的身形是屬於比較長這樣子駝點的 因為他這樣子的話你看他的腹肌就比較好 好實際他可以攀到另外一棵樹上 然後還蠻長的 大頭蛇是吧 可以感受到他那個肌肉在收縮 在我手上收縮的感覺其實還不錯 走著走著 幾個小時過去了 陸陸續續的看到許多種生物 但是卻沒有一條其他種類的蛇出現在我們眼前 然而在行程結束之前呢 很不幸的我們發現了一條被陸殺的白棉花蛇 好 起來做印定囉 好啦今天今天是還蠻可惜的 我們只有找到三種蛇 那我覺得這張下來除了找到三種蛇 我們還有找到 小尋蟲啊 油鹽嘛 還有樹蛙 還有一隻被陸殺的蛇 其實蠻多種東西的 那我也是非常謝謝這幫兄弟 然後願意陪我上山 然後拍這些這些題材 特別是軍頭 特別是軍頭 柴玲又講到你的名字了 好他真的是對於這方面 走夢非常深喔 所以你基本上問他什麼問題 他都答得出來 真的是一個生態通 好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了 如果各位呢 想繼續認識台灣的美 想認識台灣更多美麗的物種的話 請繼續follow OMEGA的頻道 好不好 那我們就 下次見啦 OMEGA 正在這邊 說 cards K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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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k